好,再来26题 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1.5乘10的8次方公里 那光呢,每一秒钟是走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 那请问你 光线从太阳走到地球要多少秒数 那不就用距离除以速率吗 可是距离是公里 而我的速率是每秒走多少公尺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它换成公里 公尺 所以我们的距离 好,稍微写一下 它叫做1.5乘10的8次方公里 老师,公里变公尺 公里变公尺是不是乘1000倍 对不对 那1000倍是10的几次方 这里应该要会了吧 3次方 好,相乘上面要怎样 相加 所以1.5乘上10的11次方 好,这个距离搞定 而且单位是公尺了 第二个 那我要开始相处了 距离除以速率 那就叫做1.5乘10的11次方 除以3乘10的8次方 好,那这个怎么除 记得1.5跟3约分 你本来就会这种东西了 0.5 OK 10的11除以10的8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 当10的11除以10的8 相除的时候上面是相 是不是减 对不对 11减8是3 所以是10的3次方 OK 好,还没完 0.5乘10的3次方 到底是多少秒 它要我用科学记号表示 0.5不能拿来当A 所以我要把0.5乘个10倍 它乘10倍就变成5了 对吧 可是左边那个人乘10倍 右边那个人呢 是不是要除以10倍 好,所以10的3次方 除以10倍 这概念等于10的几次 不要忘记 这个叫做1嘛 所以10的3除以10的1 3减1变成10的2次方 所以它如果除以10的话 就会变成10的2次方 好,所以答案其实就是500秒 OK 所以科学记号就叫5乘10的2次方 搞定 单位写一下 秒